日本人還沒有進入台北以前 這裡是片荒粉 日治以後 西門町成了台日人群聚之處 然後這裡是見證了日治時期 台灣銀座的車水馬樓 戰後電影業風光的螢幕 這邊有一句話是 不到台北市 不知台灣的繁華 不到西門町 不知台北的熱鬧 我記得那時候聽我們上一輩還有說 就是西門町的一些百貨 以前是那個 西門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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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什麼 你還沒有訂閱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記得每部影片都要按讚訂閱分享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喔 正片開始 GO 哈囉 歡迎回到 Sherrycan的劉雞腿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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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雞腿 好沒錯 今天開場呢 我們先來問大家就是 大家去過西門町嗎 有這個應該沒有人沒去過吧 我們好像這一生都在西門町喔 對因為我們從阿嬤那一代就是西門町人 所以我們是西門人 是真正的在地的西門人 因為我26歲嘛 所以我真的看了26年的西門町 而且有時候大概是看了100年 對就是看到他從日治時期到現在這樣 蛤 那有看到100年前的西門町欸 對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所以我們今天剛好主題就是 就是拍的吧 我是見證人啦 就是你有拍過照嗎 100年前的西門町 對就是你知道 記錄起來這樣 對今天的主題呢就是 我們要來看就是 100年前的西門町 究竟長怎樣 然後聽說呢 100年前的西門町啊 曾經是墳場喔 對而且我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 在地人的說法 對然後呢 那待會也會有6張老照片 我們一起來看就是 以前的西門町 跟現在的西門町究竟 差了多少 對因為以前到現在已經變很多嘛 對但是如果看到那種以前的樣子 跟現在的對比的話 你就會覺得 哇真的進步了很多這樣 對就是 時代的進步 還有建築的進步這樣 好我們待會一起來看吧 那這邊有沒有人 常去西門町 可以輪到是我們 可以留言加一 而且西門町算是 觀光客必來的地區 學生追來的地 那就來起來看吧 100年前的西門町 好那看到這邊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趕快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小鈴鐺 訂閱 記得追蹤我們IG 記得要追蹤喔 記得要歡迎支持我們喔 那馬上來看 究竟100年前的西門町 就是怎樣吧 然後曾經是墳場的 故事是怎樣 還有電影街 究竟變了多少 好我們來看 GO 那這邊我們就先來到 就是 日本人呢 還沒有進入台北以前 這裡呢 是片荒粉 日治以後呢 西門町呢 成了台日人群聚之處 然後這裡呢 是見證了日治時期 台灣銀座的 車水馬龍 戰後電影夜 風光的一幕 那這邊有句話是 不到台北市 不知台灣的繁華 不到西門町 不知台北的熱鬧 真的是 講到台北的話 大家應該想到西門町 對 因為如果以前 就是信義區那邊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其實幾乎都是 西區跟東區比較熱鬧 那西門町有很多街嘛 商店街 電影街 五屑樓台 委託商行 路灘餐廳 對就是有非常多的 商家之類的 好那這邊有件事情喔 這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喔 其實西門町的町啊 本自然應該念町 欸我不知道欸 我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應該念西門町嗎 可是我印象中 丁在日文是說一個地方很熱鬧的地方 要丁對不對 好像是 對但是呢 好像是因為台語影響 所以台語很丁 就變成現在的西門町 好那西門町之名呢 西門 西門成為寶城門 是重擊歇山重賢市的城門 當初呢 日本人為了新宮修竹縱貫鐵路新線 及擴充道路 決定拆除台北城環及城門石 台灣總統府圖書館館長 中山橋得知消息加以反對 並呼籲應寶城門 列為古蹟 可惜當他的情願被當局採納時 西門早就蕩然無存 台北城的五座城門 東門西門南門小南門貝門 那西門呢成為唯一座 被日本人所拆除的城門 所以西門町有西門之名 而無西門之石 那在1880年代以前呢 現在所謂的西門鬧區 卻是一個夜都市 荒種類類的公墓 公墓附近有一條大水溝 和一片沙質的番薯田 白天呢偶爾有木頭來此地放牧 路往後呢人機喊至 只有山山的流水聲 和呱呱的寒壓地 其淒涼陰盛的景色可知 所以以前的西門町呢 原來是墓地 是公墓 所以我們在西門町很早走去的時候 以前我們走過的地方 會不會走到就是 曾經的某個人的公墓啊 他已經年代那麼久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家不是從阿嬤那一代 就住在西門町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小時候 就聽了很多有關於西門町 在地的一些傳說這樣子 像是現在大家知道的成品 以前就是本場 我記得那時候聽我們上一輩還有說 就是西門町的一些百貨 以前是那個 球刑的地方 是關押一些政治犯這樣子 是遠到百貨那邊嗎 現在的那個武昌成品那邊 我忘記是哪邊 然後聽上一輩就說 那邊好像就是有個球刑場 這樣子 那我們是不是在西門町 用狗狗去進去拍一下 對可是現在都是百貨公司了 那麼久了 沒有啊可能混在那邊啊 像現在的那個聯合醫院 跟那個空地那邊 然後現在不是說 假日都會辦什麼簽唱會那裡 然後以前那邊 我小時候有印象 他以前是木造的房子 就是那種日本愛房子 就是以前是那種 好像是軍官住還什麼的 然後後來拆掉 才改成現在這個聯合醫院 好那這邊有兩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西門町的世界館電影院 以前長這樣 所以可能是以前電影界 某個地方長這樣嗎 我覺得這看起來 有點像是那個圓環那裡耶 如果你有補充的資訊 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看下一個 好就在日之時代的西門町 是日本人的娛樂場所 所以當時的西門請教是東陽市的 1897年12月19日 日本人既在西門町蓋了台灣地作劇場 爛花座 地點就在今天萬國戲院的舊子 萬國戲院是哪裡啊 萬國百貨嗎 如果是萬國百貨應該是那個以前 就現在的UNIQURO那一棟 喔 浪花座呢後來擴建為朝日作劇場 1920年代啊 已有專演日本劇的龍作電影院 則有第二世界館 成為昆明街太平洋飯店 新世界館 現在的新世界戲院 還有洛乃館 是現在的國賓戲院 很多戲院就對了 就是電影街那邊吧 OK好 那這邊有兩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是 現在呢 西門町捷運的前生 我們來看一下 哇 這個 這看得出來是哪裡嗎 是那個圓環那邊嗎 就是西門町不是 西門町六四角那邊嗎 就是那個H&M前面那邊 應該是 但是有一點看不出來 建築都有點改變了 但是他那個馬路啊 那些什麼 建築的位置應該都沒什麼變 就只是從 比較以前然後變成這樣比較現代的 噢以前長這樣 那應該是 應該有一兩百年前吧 這裡 好我們看下一個 那其實啊 台北市呢 後來是往東區發展嘛 西門町的各藍光業的成長呢 都因東進而受限了 而且還有 急速衰退的現象 連獨八一方的電影街呢 也進不如洗了 西門町呢 也不再如東區一樣 是高消費的地方了 有人說西門町衰太已現 勢必被淘汰 說不定呢 會和那座消失的 寶城門一樣 成了歷史名詞 但是呢 使西門町起死回正的契機呢 正在進行和演繹中 台北鐵路地下化後 西門町的重新規劃 將可有更寬敞的空間 來接納從車站出路的人潮 淡水河整治工程完成後 西門町更將成為一個有 互合的地區 好 講到這裡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 西門町有一個大樓叫做 新宿大樓 新宿我超常逛 他現在也是沒落啦 但是如果以前的那種 最時尚的東西 就像是以前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 常常去日本玩嘛 所以新宿大樓 它裡面會有很多 帶貨的店家 是那種從日本帶衣服啊 玩具啊 潮流商品啊 都是從新宿大樓那邊開始 以前最時髦的東西都在那邊 新宿真的是 學生時期超常光 但是現在 裡面幾乎每個都 就是都空的 的確那個大樓真的是慢慢沒落了 不然以前真的是 我記得他以前每一格都是滿的 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以前非常繁華的新宿大樓 就是潮流之地這樣子 沒錯年輕人必去的 對 好我們現在呢 來到今天的重點了 就是呢 我們要來看三張 非常特別的圖 好大家看現在就是為了等這一刻 前面兩張呢 是那個張哲生 攝影師拍攝的 然後他 他拍的超級好 那馬上來看這兩張 那看第一張照片 就是以前的西門町的照片 登登 哇啊 這裡我知道 是哪裡 大家看得出來嗎 1995年的西門町 對而且你有沒有看 他是在蓋捷運 那是什麼啊 那個圖那邊應該就是 現在的H&M 然後大家還記得嗎 H&M的前身是什麼 是那個 成品 麥當勞 成品之前 才又是麥當勞 然後大家知道為什麼 那家麥當勞 要換掉嗎 太多遊民嗎 那時候就是很多就是 長輩們 還有遊民們 就是可能 只點一杯飲料 然後坐一天 然後就是把位置占嘛 然後讓真正想要吃東西的人 沒有辦法吃 這照片應該會讓很多就是 曾經 1995年以前出生的 應該會有很多回憶 對就是可能 爸爸媽媽那一輩的人 會非常有回憶 對應該都有看過這裡 對那邊就往那個馬徒步去那邊走了 對啊 哇靠 小西人小兒省 而且還有一個什麼 新東洋 穿背琵琶膏 就很多廣告 然後還有那個電影海報 就是那種比較old school的海報 對因為真的是非常熱鬧的地方 然後你看比較old school的公車跟機車 還有車子這樣 然後這邊在蓋捷運 很像掉到那個時光機裡面 對這個照片拍得太好了 那個張哲生手影師太厲害了 好那我們再看第二張 剛剛那是1995嘛 我們現在看的是 1969年的新武町 噔噔 噔噔 它有對比圖耶 大家知道這哪裡嗎 有 這個是 康世美那邊嘛 去城市那邊 對面 對就是那個十字路口 然後現在那個圖長是New Balance 然後現在變成那個法拉 對 上面那張圖長是1969年 然後現在應該是 就是2001年左右吧 而且我記得那個三生醫院 如果是美容的話 它現在好像還有耶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耶 還有什麼 亞洲眼鏡行 好然後現在呢 下面這個是現在是那個 AT AT還在嗎 好像耶 但旁邊那個日式威廉還在 哇 這個好扯 真的有人搭上時光機的感覺 對啊 而且那個其實位置都對得上 只是扛棒不一樣 嗯 這個拍得太好了 好 那大家有沒有印象便宜的人 告訴我們 現在印象的話應該是 爸爸媽媽那一代 阿公阿嬤了啦 阿公阿嬤了 阿公阿嬤了 看最後一張 這張是 這張是 登登 哇這超經典的 這個 1971年的西門町耶 嗯 我們剛剛看的是1995嘛 就是可能開始比較有 現代化了一點 那這個呢 更all score一點 這也是剛剛同一個地點 跟剛剛1995年的樣子 也是完全不一樣 嗯 這邊有百事可樂 那是什麼戲院是不是 是 就也是很多招牌 然後這個車再更all score一點 對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應該完全沒在蓋捷運 那個時候應該都沒有捷運吧 嗯 然後那種很all score的公車 這個時候我們爸媽都已經在 在這裡了嘛 可能那時候 大學剛畢業在工作吧 什麼的 哇靠這個好扯喔 對 可是我有個問題耶 你看那些建築物 到現在還是一樣 那它不是代表那個建築物 已經很老了嗎 都沒有重建嗎 對啊 那代表那個建築物 五百年歷史耶 那看這張圖大學有可能的想法喔 這個三個 1995年 1969年 還有1971年 以前的新門町 對 那你想要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或是你有經歷過 或是聽過爸媽 阿公阿嬤說過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留言起來 好沒錯 那我們今天看完了一百年前 新門町的一些故事 還有 對比圖啦 就是以前的新門町跟現在的新門町 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 震驚了11人 蛤 這麼多人 有來過西門町的人都知道 我到現在都還是每天都有去西門町 所以 真的是 算是有見證蠻多 欸對啊 我們算是見證很多西門町的一些 以前的店家 然後現在都沒了這樣 對就是店家的貸壞率其實很高 對 租金蠻貴的 對 街道啊 變化啊 或是我們以前就經歷過那個 西門町最熱鬧的時期 然後到 最近疫情的話 整個空了 那個整個 真的差好多 對我覺得這個是在地人是最有感觸的 然後我們有經歷過那個 觀光客 暴增的時期嗎 喔 那時候出門都很難 我記得我們以前一打開門然後就是韓國人在聊天 對 韓國人 日本人 對哇那個 超多 對然後你一出門全 欸我是來到韓國嗎 還是來到日本這樣 對啊 然後想要跟大家分享 西門町我們自己最喜歡的店 我就是天天地乳肉飯 大概去西門町一定要吃喔 我很怕他會倒 嗯 但他應該不會倒啦 因為他真的是生意非常的好 我怕他會倒 他生意怎麼會倒 他算是那種比較瘦肉的乳肉飯 然後你一定要配一顆那個 半熟蛋 超好吃 我自己西門町最喜歡什麼店喔 嗯 除了天天地 那就那個吧 吃力吧 那個 萬年樓下大家一定要必吃的 萬年 就是他是一個簡餐 但是 便宜又好吃 對 啊 什麼東西 好大家記得來吃吃吃力喔 吃力大推 好就知道了 那你也沒大推啊 那大家如果對 對 西門町有什麼想法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喔 或是你去西門町最喜歡去哪裡 也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或是你有 也有經歷過以前西門町什麼樣的 照片影片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可以分享你的 故事經歷等等 好記得留言喔 好 記得留言喔 記得訂閱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影片 開啟鈴鐺 記得按支持我們IG 那大家快支持我們喔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那麼多 照片故事 那我們這也是蠻好懷念的 這影片見掰掰 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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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